先開始 請各位來賓自作 再提醒各位來賓 請把手機關機或搶置經營模式 以免干擾比賽的進行 同時 再次呼籲各位來賓 當練手正在發言時 請各位來賓盡量控制自己的掌聲 以免影響練手發言 在此也特別提醒雙方教練 除中場提示環節以外 教練團也盡在比賽進行過程中 對廠商練手進行任何有聲或無聲之提示 大會主席有權禁止握救任何干擾比賽之行為 一經提成 評審團有權扣除該隊伍之整體得分 另外 為了公平起見 廠商練手禁止攜帶任何可以連接網絡的電子設備 如手機及iPad 若廠商練手現在有攜帶這些設備 請將其教育廠下教練團成員保管 不動活動 非常謝謝 喜歡 Melissa 因爲상을有一個親密猛操作 請举行 一起職務 請 华文學會主辦第七屆 精英非亞洲中學華語列頓公開賽 馬上要進行的是 本賽會遺囑第五場的循環賽 我是這場比賽的大會主席 陳奕翔 坐在我左邊的是正反方的 計時員兼計分員 王學貴以及陳柏毅 歡迎他們 接下來 先讓我們來認識一下 馬來西亞今天比賽的雙方變手 坐在我右邊的是正方的代表隊 馬來西亞森美蘭郭德森中華中學 正方一面陳妍妮 二面華華瑞 三面劉彥宇 四面徐佳琪 歡迎你們 坐在我左手邊的是反方的代表隊 馬來西亞吉隆坡賈東魏京士國中 反方一面 陳偉任 二面 謝山寅 三面 蔡思明 四面 康永為 也歡迎你們 當然 除了比賽雙方 馬上要給大家介紹的就是今天決定勝負的靈魂人物 也就是本場比賽的大會評審 第一位是何珞琳老師 一位是何珞琳老師 上海市市東中學辯論隊指導老師 第二位是王彥柏評審 他是林傳俊先生 兩岸最佳辯手 高雄女中辯論社指導老師 第三位是林傳俊先生 他最重要的是我們到學前辯手與教練 好 相信大家對比賽的程序已經相當了解了 那我有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今天的這場比賽 比賽的題目是 體育科學是或不是對體育的泄圖 我重複 比賽的題目是 體育科學是或不是對體育的泄圖 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 有請正方一遍移步到展台 您的生分時間為四分鐘 即時將雲林開口發言後開始計算 有請 謝主席大家好 根據國際體育主政定義 體育科學指的是 以高效能格鬥競爭為目的 通過科學技術提高人體極限的科技範疇 而國際單位體育聯盟會所指出 體育即為體操教育 是一套以人為本的教育體系 其目的是通過經濟 為參與者帶來補給的身心健康 以及平等交流 因此體育的三大核心價值 就包括 第一 平等交流 第二 身心健康 第三 比賽競技 論證 體育專制是不是對體育的泄圖 就要看到底 體育科學對於體育的三大核心價值 到底是帶來更多的推動 先章還是更多的扭曲 掩蓋呢 我方認為是更多的扭曲 原因有二 第一 體育科學邊緣平等交流的核心價值 是限無 體育原本是一個普羅大眾 都可以平等參與的活動 但是體育科學的針對對象 卻僅僅只是比賽競技者 而不是參與體育的普羅大眾 美國方面商議員研究沙皮泳衣 追求了學手的專利 大普通大眾就只能遠遠的觀看 而不能洩瓦淹 這樣還叫做公平嗎 此外 體育科學過度強調勝負 使到許多體育的 使到許多科學的研究過程 反而被保密化 德國上位技術震驚 還會向大眾公開 美國研究的談戀球學 過程中也不曾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 因為過度以注重勝負 過度以注重勝負 而使到體育相互變得自私自利 便是一種限無 因此體育科學過度注重經濟 讓體育變得高端化 因為體育應該平等交流的原則 因此是限無 第二體育科技和體育科學 忽略身心健康的新核心價值 因此也是限無 體育能讓人們在過程當中 獲得身心上的健全發展 但是體育科學 卻過度以注重健身的結果 是以人作為健身的工具 忽略人體也破壞了健康 體育科學 為了使運動員在體能中 以最大的程度迎合比賽 往往只是以局部的發展運動員 以局部的發展運動員的身體部位 體育生理學就針對指出 運動員 足球運動員研究的運動套裝中 包含了蛋白質和蛋白磷 以刺激運動足球運動員的鬆腿 局部性壯大 但過度的攝取蛋白質 將會引起蛋白質腹瀉 因此運動員不得不依靠 心鹽酸或蛋白磷來分解 會禁過多的蛋白 長期運用效果的結果 便是肝臟受損 同時同樣的在球員受傷時 使用的濾引吸噴劑 俗稱的快速止痛 快速止痛困固 能在短時間內 麻痹運動員的透改聲 和腹傷上陣 但是比賽之後 運動員受傷害 就是比平常的 還要那個多三倍 體育科學以人作為 比賽的競爭工具 就忽略了運動員的身心健康 因此扭曲解育的核心價值 是為限度之鮮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體育遊步 現在我們有請 反方到電上台詢尋 時間為兩分鐘 謝謝主席大家好 剛請問正方一遍了 剛對方 按照對方的主便檔來說 體育科學 擴度注重聖父 而沒有忽略 忽略的 運動員的身心健康 可以再詳細一點嗎 我明白 對方 你在主便檔的意思是 告訴我們說體育科學 忽略掉了身心健康 對嗎 過度注重聖父 對嗎 適合你解釋 那身心健康的哪一點被 怎樣如何被忽略掉呢 大家和主便檔都說過 因為可以過度服用各種各種藥物 就導致 在針對某個比賽項目中 因為過度一種就好像跑步 跑步就足足以腿部 所以只限制於腿部 肌肉發展的時候就忽略了其他的部位 因此自由腿部可以進行擴大肌肉發展的 沒有感到 因此這就是身體 這就是物蠻子的平均 這就和你剛剛所說的 足球員的雙腿 因為射取更多的蛋白質而浮潛之類的問題 對嗎 是一樣的 是線獨 好 那 對 那 足球員的 對 好 是線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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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線獨嗎 不是 就是每一個足球都有一個教練 你自己知道嗎 就是一個這個足球 不是教練 不是教練 教練 教練 教練是有上過體育科學這一部門學問的 你知道嗎 上過課是體育科學 我上過華理學 我是華理學 他教練在教練之前 我上過 我上過體育科學這一課了 按照地方說 其實我上過 上過數學我是數學 我不是說教練是體育科學 可是 教練有上過體育科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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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問問題 然後 教練在 有受到教育的情況下 為什麼他不會 注重 那位足球員 別方面的發展呢 謝謝 謝謝 反方二變 下來 有請反方一變聲論 時間為四分鐘 即時將會於您開口發言後 開始計算 有請 謝謝主席大家好 今天 國防的立場是 體育科學不是對體育的陷阻 首先來想對方的架構 對方告訴我們說 今天 體育科學會導致過度主動勝負 過度主動經濟 讓人變成競技工 讓人變成競爭工具 以及導致過度的自私自利 下來 國防的架構 將沈進這一線 從古至今 體育就是一個與人男神男分的項目 而體育的發展更是非為重視 因此我們需要一定的學術 技術下的數據 並完善化體育 而那就是體育科學 體育科學指的是用科學的方法 探求體育的本質和規律 其中包括了心理學 營養學 人體型態學 醫學 生理學 遺傳學 組織學 醫學 解剖學 體育科學的功能和價值有三個 第一 個體的適應能力與健康的發展 第二 技術資訊的加強與完善的指導訓練 第三 心智的提高與人格特質的力量 而體育指的是 以發人體力 增強體制為主要任務的教育 通過參賽各種運動來實現 來活動的過程中 鍛鍊人的身體為目的 限度指的是冒犯心事不尊敬 而體育的理念則是一種精神思想意識上的 哲學概念 是人們經過長期的體育時間和理性思考 而形成的綜合化概念 而今天體育的本質是以積極的態度 以及良性的進展來完成的 而今天雙方很亮的是 體育科學到底有沒有違反到這個體育的理念 因此我方將會延伸出兩大論點 第一 以個人的方面來看 體育科學 從心理方面以及身體方面 大大提升體育人士的狀態以及表現 一名結束的運動員 不僅靠的是基本的體力去成就自己 而是要從多方面的科學學識 協助之下才能發揮到最大的效用 我國著名的地球運動員 尼可大威 在年幼時就已經有很多領域的運動科學家 幫助他塑造自身的技術與體能 十二歲時也開始學習很多 關於地球競賽的心理學問題 因而他一直不斷地培養著心理素質 讓他在面對任何比賽或是對手的時候 都能夠逐步明白對方 並面對以及贏任而解 他也強調在運動領域上 成功需要注重三大因素 一 那是體能 第二 技術 三 心理 第二 整體體育來看 體育科學讓體育長久性的發展 在挖掘出不同的領域 當然也為體育做出貢獻 現今的運動員最擔心的就是體育生涯抗戰 自己沒有武 和自己沒能擁有適合自己的專業訓練 不能為體育事業做出一點貢獻 因此 藉著體育科學多方面的協助之下 體育並能夠更長久性的發展 也更能突破現況 達到更好的領域 舉例來說 體能訓練團Exos 被委派去訓練高國足球隊 已應付204年的全球世界足球隊 在進行體能過程的訓練 當然也十分注重對運動員體能數據的監控 根據不同的數據監測出運動員的體能上 必須含有四個因素 第一 營養 二 恢復 三 動作 四 思維 他們慣用著體育科學的理念 便是本次獲得世界冠軍最主要因素 因此我發自信認為 體育科學不是對體育的限度 謝謝各位 謝謝港綱體驗 請您一步 現在我們請正綱三變上台提巡 時間為兩分鐘 謝謝大家好 歡迎您好 您好 您是告訴我們體育科學包括醫學類 對 好 那請問的 今天醫學類有一個產品 叫做紅細胞生成素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曉得 不曉得 它可以提升肌肉生成素 是不是很好 沒有 你是在耐用症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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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不做 所以看完另外 那你找個下一個問題 請問你的 鋼白合成類不純 它極高越來的肺活力 是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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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你 綠乙青激素 它提高肺活量增加跑步速度3% 好 好 好 我告訴你它是醫學 它可以提高我們跑步速度 那請問你了 你上三種地質很好 對不對 對 你上三種地質很好 對 這個好處很多 我想應該有 好 那請問你 俄羅斯運動 俄羅斯運動員 七八 七 七十八八 這些運動員 膚射以上三種藥物造成運動傷害 你的第二部分 你也不知道什麼延長 順便就問你 我吃越多藥物造成傷害 所以說不就越差 對嗎 今天我幫跟你的觀點不一樣 今天我幫不藥就要吃藥 因為今天醫學 我們自己要營養師 對 調整我們身體的方式 你的體育科學 你的體育科學 包括醫學類 這些都是醫學類 所以你要否定你的標準 要否定你的標準 我們說的是醫學 是很好的 今天我們沒有在用 你再經常好大的 你不要互動 都是造成運動傷害 不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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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是成立 請問你 是否整個 會準備搞什麼 提高運動的競技能力 這是你嗎 我問題是 他會提高運動的競技能力 對 他信用 好 那請問你是不是要回憶 國際單位的體育聯合會 指出體育的本質 除了經濟 還有平等 教育和身心健康 不知道 好 可是你還有這兩項的 請問你最近幫助測試 經濟那一方面 可是其他兩項是 有違背了體育的本質 因此他上面有論證 他沒有解讀了 謝謝 謝謝 謝謝正方三遍 下來 有請正方二遍火論 時間為三分鐘 計時將分別名一開口 放一點後 開始計算 有請 謝謝大家 先分析立方六間主編導 就出了兩個個是什麼 第一個 立方今天認為 體育的學員能夠從心理和身體層面 輔助運動員 給大家分享一個前提 為什麼有輔助等人員沒有解讀 這是對方比較大 比較有性的 是第一個錯誤 為什麼對方今天要論證 是有幫助 而不是沒有解讀呢 第二 因為我沒有今天提出了很多 我們從心理和身體上 能夠幫助的是他的體能 技術和心理 可是對方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對方剛剛的整篇論述 都是注重在一個 競技體育的情況下 是說 他已經 其實是在注重競技體育 竟然他注重這個競技體育 他已經忽略了我們的身心交流 被我們的平等交流和身心平等走 剛剛後面 我剛剛上帝已經談論過了 體育的本質有三個 第一個是他不需要有經濟 第二個他不需要有平等交流 第三個他身心不需要健康 而零方今天體育科學 只注重於體育競技的話 為什麼其他兩個的本質都被邊緣化了 還是陷入 第二 最後沒有先 第二個問題 是他說 有了體育科學之後 我們的體育 我們運動員的 受病 運動受病能夠更長 可是從我剛剛 剛剛 剛剛 這邊說了 有很多藥對方認為的 輔助 其實是在傷害著運動員的身體 為什麼 越傷害運動員的身體 對方卻認為在 延長他的受病 所以很明顯 在這兩點上 你對方已經發現了一個 最大處 是沒有看出體育的本質是什麼 對方沒有時間 必須理清到底體育的本質是什麼 況且 如果按照對方的邏輯下去 我們能不能說 因為 我們能夠有幫助 所以就代表他不陷入 舉個例子 我說 我說 小超 小超 有沒有幫助我們討吃呢 有 那你能不能說 小超他對陶長 是不是沒有陷入呢 不能夠 所以對方沒有陷入 不能夠認證 有幫助等於沒有陷入 因為對方沒有陷入 不是 體育科學 有沒有對 是不是對於體育的宣布 而對方沒有見證 就是 是 對方沒有認證 不是 而不是有幫助 回顧我方立場 為什麼我方道莎說 體育科學 是對於體育的宣布 原因很簡單 因為體育科學 因為體育科學 太厚於注重 競技性 而忽略了兩個本質 第一個是身心交流 第一個是平的交流 第二個是身心平的 身心健康 當體育科學 將這兩個本質 都邊緣化了 的話 為什麼 體育科學 沒有陷入體育呢 所以總結去 我們堅決回 體育科學 是對於體育的陷入 謝謝大家 謝謝正方惡變 請您留步 現在我們儘管 翻翻翻變上台 直徐 時間為兩分鐘 好 謝謝指數大家好 您好 您好 請問您為何謂科學好 科學 科學 它有好 也有不好 一定會 一件事一定會有兩面 就是我們說科學 它有幫助我們發展 同樣 它也在忽然中環面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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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科學 都在調查什麼呢 體育科學 有很多層面 請問 還沒有調查 一個人的個人體質呢 它是為了經濟人 去調查 對方 你所說有吧 有有有 但是它是為了經濟人 去調查 它是不經濟的話 我們講話 美國的每一個人 都非常之重 他們的個人 他們的個體的健康 而且在美國的時候 而且在美國裡面 也有許多營養師 那麼請問 他們 而且 在美國大大小小 運動隊裡面 也有幫忙 跳一個營養師的人 那麼請問 體育科學還是不好 有幫助嗎 可是為什麼有幫助 等你沒有寫 您幫今天 都沒有在問這裡 對方 今天的體育科 是在幫助體育的時候 請問 到底還有對體育 哪裡不成功呢 對 您幫教 聽我剛剛主委導說了 因為體育的本質有三個 第一個是它是進去有方程 第二個是平等交流 第三個就是身心的發展 對方 沒有講到身心發展 請問 剛才我發了一遍 在誠實的時候 到底你在哪裡 聽到了 我們有說過 濫用掉屋 濫用掉屋呢 我沒有地方沒有目標 對方不夠 我剛剛從頭到尾 你說你們方在濫用掉屋 只是在於你們方的 身心發展上 其實體育科學 還是有做的一定傷的傷害 對方有體育科學裡面 有包括這個科學 嗯 體育科學裡面有包括這個科學 為什麼 不然呢 為什麼要叫體育科學 通常那對方有 既然科學 它是 它的存在是 為了要調查個人體質的話 如果是耐用藥 我把它這樣為科學 那也是對科學的 那也是對科學的 那就是最方便 你發現要有心 為什麼科學才能放這樣說 所以地方便我們自己 謝謝反方三遍 接下來 有請反方 二遍佛論 時間為三分鐘 即時將科學已經開口 發音後 開始計算 有請 謝謝主席大家好 既然對方正方一直在告訴我們的是 呃 體育科學 因為身心健康 忽略到身心健康的這個論點 所以對體育是褻毒 那我想 對方一直都沒有提出 體育科學和體育的對立點在哪 因為如果是體育科學是對體育的褻毒 那體育科學一定會有和體育起著一定的衝突 一定的對立點 可是對方沒有 完全沒有提出 接下來 對方意思是說 因為足球員 呃 因為虛擬太多蛋白質 而褻褻 而只有單個部位 呃 在發展 身體某個 只有一個部位在發展 那 呃 其實一個足球員 每一個足球員都會有教練 而教練是決決 對對在大學時期的時候 有受過體育科學這一門特性的教育的 而教練是可以阻止在某個部位 過度 過度的發展 而吸取某種 呃 藥物或蛋白質 過度的發展 藥物的輔助呢 若 教練是專業的話 就不會像正方所說的過度 過度使用 對方的忽略身心健康論點 因此不成立 再來 再來 體育科學有著 呃 一個學系叫營養學 營養學會適當的調節 呃 體育選手身體上呃 呃 需要 需要拾取的某些食物 以對他們的身體 有著某呃 某程度上的 健康發展 再來 人們追求的都是精益求精 人們在比賽過程中呃 在比賽為比賽而努力的時候 當然是想要呃 呃 更更加的賣力去進行 所以今天體育科學 可以教教導我們的這些體育選手 如何跳高可以跳得更高 如何奔船可以跳得更高 這些都是因為體育學科學而 而可以教導的 這不是絕對不是過度呃 過度注重勝負或經濟 這絕對是人們對自己的 要求更高 謝謝 謝謝 現在我們請正方影片上台主席 時間為兩分鐘 謝謝主席 大家好 各位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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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在懸美比賽上,讓你,有沒有,整容能不能夠幫助你在懸美比賽上獲得冠軍? 有喔,對不對? 這樣整容在懸美比賽上是不是一種造成破壞規則的體現? 有沒有破壞規則? 有,沒有,沒有說不能整容,不可以整容 所以,如果整容不可以破壞規則的話 就是這種規則,譬如說不能夠整容,但是如果還是質疑整容 而且還能夠幫助你奪得不完全的情況下,情況下有沒有破壞規則? 有沒有? 有沒有說不能整容就有,就是有 好,意思地方知道嗎? 如果體育科學,意思是體育科學有幫助 但是在比賽場上依然是造成限國獸,行動的地方都不認同 所以,比賽場上依然是限國獸,比賽場上有限國獸 所以,所以我們就這樣幫助我們帶來幫助 因此,這方面也認同整容,就是能夠幫助得到冠軍 但是並不代表他對比賽者依然有限國獸 同樣的在體育場上,就算你運用了體育科學 但是並不代表你不會造,你會對三次造成限國,謝謝 謝謝! 謝謝正方一遍 接下來,有請正方三遍國論 時間為三分鐘 即時將會與您開口發言後,開始不斷表情 明星星期際角色還好,對方今天整片主編的論證得結構 講了什麼,因為體育科學還有幫助癒動的某一方面 因此,就直接等於無事卸窩 可是不是我們來看下,能不能讓有幫助可以無事卸窩 因為科學還有同樣的,有幫助人類經濟一個舒適的生活 是不是代表科學同時沒有污染的環境呢 我们看到什么,师父有两面心,不能够赢,体育科学有帮助,实际给他屏幕陷阻 要看他是不是陷阻,就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异化了体育的三大本质 第一,平等交流,第二,禁忌,第三,身心健康 而今天对方只做真道,他有帮助了禁忌,但是他没有做真道,他两家本质是没有异化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看身健健的部分,我们刚刚提出了一个药物 对方说是耐用的问题,科目就很习惯了,这些药物体育科学研发这些药物 就是我们要提高运动员的肺活量,只要正常使用,他要提高运动员的肺活量 但是提高运动员的肺活量同时,他也带来运动伤害的时候 请问者,这种运动伤害已经异化了体育科学的身心健康这一项本质的时候,为什么又不是限定呢? 再来我们来看看,对方只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方也不知道体育科学跟体育的对立点 因此就不能够告诉我们说它是限度 刚好我们再不告诉他一下,体育科学的对立点就是在于 体育科学要异化了体育的本质,因此对方不能够在于 对方不能够在后方之后,我方没有对立点 而今天,对方这个主编导致说,而今天我们支持唐文的社群健康 不如来看一下平等交流部分 这一种体育科学,我个人参加体育,它是一个大众化的活动 它是一个平民一起参与的体育活动 但是,有一个体育科学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体育的科技 它们不够的只针对一些运动上的精英进行演化科技来帮助他们 但是,平民百姓有没有进行针对呢? 有没有针对体育百姓来进行帮助呢?是没有的 杀鱼有力,只针对了,只针对了高能力的运动员来进行帮助 但是同时,它并没有对普罗大众进行任何帮助 因此,我们来到産家,体育科学 它已经把体育的体育变成一种高端化的活动 它只能允许一些精英的运动员参与 但是,普罗大众的参与却不被重视的时候 岂不是违反了体育的本质吗? 因此,除此之外,我们看到 体育科学,我们说,它是一个被保披性能的技术 因为各个国家,他们研发的科技不同 就如德国,他们研发的足球和战队技术 会不会够快给其他国家呢?会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刚才体育科学,它已经违反了体育 要互相交流,互相不熬,互换心得,这种本质的时候 因此,违反了体育两大本质 谢谢! 谢谢! 谢谢正方三遍,请您留步 现在有请反方一遍上台咨询 请留个两分钟 谢谢!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前面,你可不可以跟我说 刚才你,你方是不是说过 几项几项药物 发明出来是很好 是被服务后 是导致的? 就是它的体育尖 因为它伤害了身心健康的这一项是体育本质 它一定发给你体育的人质 那你是不是告诉我说 今天如果那个东西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它有坏事在整个体育 对吧,我要告诉你 正确使用不会带来坏出 因为只要我用了那个药物 我的肺炎肺炎给增高 可是同样的肺炎肺炎 对吧,你只给我药物的名字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 一个数据报告说 今天这个药物真的是带来这样的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所以今天对吧,你们只是拿这几个药 来盖完整个体育科学 就是说这个体育科学是坏的 所以你去跟我讲 所以是不是也应该去 对吧,我因为也应该去 我听到很多个例子 可能要我只有给重提的 好,你提一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蛋白质 因为服食过的蛋白质 导致肝脏受损 对吧,我最近我的营养学家是费药 今天营养学家是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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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营养学家出来是要帮助这些运动人 更加的更好的表现 所以今天营养学家帮助两次 要给他们死 这些营养学家 他们为了在短时间 体育运的浓力 因此他们服食 过多蛋白症 导致运动三次 只是今天提防的加工 不告诉我们说很偏激 只是为了胜利 可是今天体育尼竞和 我说的是一个竞和比较 可是今天为什么偏激 你一定要说体育科学 体育就是一定要得多的胜利 你记得跟我说 对吧 我的立场是 因为体育科学 它不能够把我们的技术给公开化 所以它减少我们互相交流 互相有机会 因此它违反 你不要挑脱 你跟我说的是 为了胜利 快点 快一点 就是要快一点 好好好 谢谢 谢谢反方一遍 最后有请反方三遍佛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与零开头 化研究开始计算 有请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为啥美国 中国 很多有研究所 因为体育科学 共有 刚才我方一遍 已经说了 体育科学的功能和价值 体育科学工 但是包括了个体的 适应能力 与健康的发展 就像林树豪 他在16岁的时候 他只有1.6亿米罢了 但是他的办法 为了让他能再来修方面 发展得更好呢 他变请了营养师 因此林树豪 适量的摄取了营养 因此在三年之内 短短的三年之内 已经长了1.9亿米 而第二 体育科学的功能和价值 也包括了技术资讯的加强 比如完美的 与完善的指导训练 就像林树豪 林树豪 林树豪 林树为什么能完美的 林树豪 林树为什么能完美的杀球 如何让自己 揮开指导更完美 更知道 何时应该用上次力量 或下次力量 让他因此享受 世界与球冠军的头衔 是因为游体育科学的方法 第三 体育科学也能 也有别 包括了性质的提高 与人格特质的培养 就像尼克大维 尼克大维 尼克大维在十二岁的时候 便加入了 避球这项运动 对一个十二岁女生来说 这是核能的压力 因此她的导师 在心里方面为她做了很大的功夫 让尼克大维在面对着许多困难 许多挑战的时候 都能引认可见 接下来 刚刚对方被我说了 跑步只是用脚印尺 他们便加强在脚上下了功夫 但是对方便不略了 跑步除了有脚以外 还包括了心脏 所以这个很 这个是真的 当一个教练 他在当一个营养师 他要让一个选手 他要让一个选手 更加能提高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更加能提高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照看了许多方面 而且此外 滥用药物的使用 不符合科学体育的基本原则 竞争体育的科学训练 有其自身的规律 但药物的滥用 使用能够符合 对训练规律的研究和掌握 造成一种认识到 从认识到实践的偏差 认为只有药物的训练 才是科学的训练 但是这是对科学的见读 自为科学 此外 相信每个家人都希望 一个专业人士 一个厉害的人 都能持续在体育界 体育界上发挥的更好 因此一个家人 还会符合一个体育人士的健康 而让药物要不满的 是不会的 所以你要相信 因为大家要相信 要当然训练一个专业人士 我们要训练 把他推上高度的时候 需要多大的时间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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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方便 我们一方刚试试她说 一个专业的教练 它是不会任意让运动员使用一些过度的压务的 对的 对 请问方便 我知道巴西吗 巴西是9倍的 8倍的主球队 8倍的主球队 是一个很强的主球队 请问这个主球队它下面强不强 德国更强 它下面也是很强 请问方便有 在 请问方便有70 你知道巴西的主球员喔 他在有70巴西的 巴西的主球员 设计有破料 可是他们还知道 是高兽数数 你还知道吗 大家知道德国型的expo 团体 expo 团体很注重在 个人的体制 各方面的组境 所以德国才能持续 所以他们还是在训练 有帮助 但是他所带来的 这个 啊 运动伤害的方式不看的 竟然是有运动伤害的 那没有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帮助 他就是 也算有限度 是 有帮助不代表有限度 鸣方便积这一点 第二 其中一方便有 鸣方便是 请问哪 鸣方知道什么是杀鱼的地方 不知道 鸣方便是不出离家 不知道 是一件鸣 它是一件高科技有的鸣方便 鸣方便懂吗 鸣方便懂吗 鸣方便知道 他是一个 是一个高科技有 其中一方便有 鸣方便有 鸣方便是个 美国的特例 是美国的专益 它有公开的吗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是很普通的 它并没有公开 其中一方便有 在这情况下 促罗到这边怎么 使用鸣方便 使用到吗 是不知道 谢谢 所以看到吗 体育科学已经将 大众化的体育 变成高精光化 就变成只有经济 只有专业的经济人员 才能够使用的话 为什么 已经 对 已经异化了 体育的本质 公平交流的精神 如果这些运气 一定个人有坏 有24 那些就变成了 违背了运动的公平交流精神 是这些 违背咯 谢谢 谢谢正专科技 在进入短冰箱间的自由议论前 下来将是两分钟的教育 运寿基因时间 有请双方教育 计时开始 工作点zen 工作均匀 正四分钟 工作均匀 工作均匀 混混用 做hard 工作均匀 工作均匀 当装备 聪明 工作均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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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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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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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作為一項以人為本的活動 卻因為體育科學的加入 把人作為贏取比賽的工具 人的價值已經被體育科學扭曲成 如何更快的康復來贏取比賽 如何更強大的贏取比賽 如何更好的表現 自己來贏取比賽了 這一精華卻顛倒了體育的原本不低 不僅僅是對於體育的限度 而且是對於人盡最大的限度 謝謝 謝謝